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文章啰 第一个那个topic sentence应该没有问题 主题句 In some countries, teenagers have jobs 才说没有问题 就这边就出了一点小问题 OK 这个job 后面应该加什么? 应该要加s OK 那这个要注意到就是说 它是一个已经给你的主题句 那你只要 其实你只要照抄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连照抄都抄错的话呢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改考卷的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要说我的话 我当然第一个印象就不太好 就说 怎么照抄都抄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OK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比较体贴一点的老师会说 哎呀 就是学生紧张吧 但是难免这个第一印象一定会有印象 所以注意到抄不要抄错 While they are still student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很好 你懂得用这个片语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don't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teenagers to work too much OK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OK 这样表达的想法是非常中肯的 OK They want to make more pocket money 这边会有一个逻辑上衔接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讲说 I don't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teenagers to work too much 那怎么这边忽然冒出来说 They want to make more pocket money 这边好像少了一个衔接 OK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 actually 或者是你说 I've seen many young people working part-time 或者是说 Many of my friends 或者是whatever 反正你要有一个中间要有一个衔接的 你说呢 我的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我看到 或者是我在很多的商店里面看到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学生在打工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你要衔接这个 They want to make more money in order to buy what they like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其实你这句话还是有点武断 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真的所有的人都是只为了 比如说买手机啦 买衣服 有的人他真的是有需求 不过anyway 这边的话你还是要有个衔接 会比较合适一点 OK 比如说你说看到很多跟你一样年龄的中学生 好 那在那边打工 那你说 甚至于你可以讲说我问过 或者是呢 因为你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你看了也稍微留意了下 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而事实上大部分都是 They want to make more pocket money in order to buy what they like OK 这样子的话衔接会比较好一点 否则说实在你这边真的跳太快 这个跳太快的毛病一定要改掉 因为要不然的话你的读者真的会觉得超突兀 为什么呢 一下子这样跳来跳去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到 OK 也许在你脑袋里面已经转了好几转 但是你的读者还没有转到这边 因为他想要知道你想什么 但是他想要知道你想什么 你要从文字上面把重要的一些逻辑 一些道理告诉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到你的脑子里面去看你的脑子在想什么 这个你要注意到 常常我们讲说你的读者不是你的灰虫 OK However some students are involved excessively in the part-time job 这边的话我有点疑惑 就是说你讲的所谓的 involved excessively in the part-time job 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过度的你是要做过度投入吗 OK 那可能不是这样讲 因为你说过分的参与 所谓的 involved是说跟什么 be involved就是说跟什么 有牵涉在内 涉入 那你说过度的涉入 这个听起来好像比如说 对某件事情你的这个参与过多 干涉过多 或者是呢你这个涉入的程度太深了 但是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你可以说 some students work too much 这样子 或者是说呢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ir part-time jobs OK 因为我相信你是想要用一个比较高级的说法 但是呢高级的说法是不是能够符合呢 这个情境要考虑一下 OK 那你说过度的涉入 OK 感觉上好像在贩毒一样 所以这个要注意到 they put their schoolwork on the line OK 好 那不用用到那么高档的 而且意思也是有点乖乖 你可以说aside的就好了 OK they put their schoolwork aside for their jobs OK 好 那他说呢 thus they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好 这边出现了一个这个 我们常常讲说代名词 到底是在指什么东西 要弄清楚 这边这个they啊 跟这边这个they显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吧 嗯 那我们都知道 这边这个they当然你指的是什么 yap some students 但是这边这个they的话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你指的是some students 后来看到后面发现不对 你讲的是jobs 好 但是啊 这样子的话真的很容易混淆 也许你说jobs就要就在附近 但是问题是你这边有个day 那你这样子的话一定会错乱 OK 好 所以呢 你这边要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花太多时间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兼差的工作打工的工作 OK 好 那will啊 这边这个will其实我不建议用 因为用will的话 因为你这边要表达的是真的有这个负面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用will的话就不确定了 他们可能会 他们会有 那会有到底会不会有呢 谁也不知道 OK 所以你这边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讲说 这些part-time job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或者是你说end up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到最后是有这样子的 一刚开始可能不感觉 但是到最后 end up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grades OK 好 那这边的话 你说especially in Taiwan 这个的话我老师会建议你把它隔开 换另外一个句子写 要不然的话感觉上好像是说 这边会让我有个印象是觉得说 譬如说当我是老师 然后我知道你去打工的时候 当我是台湾的老师 而我知道你去打工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你的分数打低点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OK 所以我觉得你这边最好是换一个句子 你说呢 在台湾的话 又因为我们的功课很多 所以呢 打工会更不利 对你的课也会更不利 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不用为了把一个句子整个串起来 而刻意的去把它串成一个句子 OK 这个我再讲一遍 很多人觉得说写长的句子很好 但是那个不是一定 当你需要写长句子的时候 你可以写 当你如果你写长句子的时候 意义不清楚的时候 那不如把句子变短 让人家看得懂你的意思 OK 所以呢 千万不要迷信不习 不然跟你讲说 你可以用很多的分词 用很多的连接词 把句子变得很长 那个有时候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当你不太会用分词 或者是不太会用连接词的时候呢 就越连越错乱 OK 好 所以呢 当然老师不是否定你的努力啊 但是呢 这边 我是以我看你的文章的一个理解 要跟你讲说 这样子真的意思会有错乱 OK 会让我觉得说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grades especially in Taiwan OK 好 那呢 是怎样 是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我教你在打工 所以我就对你印象很坏 好 我是 因为普通一般来讲台湾人 或是台湾的老师 都是这样子吗 那应该不是吧 OK 好 好 那接下来这边 that has abundant 这边的话可能要改一下 那这个当然是跟着你后面的 那个句子怎么改 再说的 第一个abundant of 这个不对 因为呢 abundant的话 它是一个形容词 OK 它不是名词的 名词是abundance 要不然的话你就of 不要 你就直接说abundant school work school work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没有加词 OK 好 因为呢 work加S的话 指的是作品啊 或者是有一个意思 指的是工厂 好 但是这边的话 你说学校的功课 school work that's enough OK 好 所以你可以说 abundant school work 或者是 啊 嗯 Juge amount of school work OK Additionally Most jobs available to students don't pay well 这句话没有问题 OK 好 当然这个additional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besides就好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很智商的东西 呃 不过没关系啦 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besides 要不然就是in addition OK 好 其实你可以用in addition as a result students OK most 这边这个most指的是什么呢 我有点疑惑 我想你可能要讲的是most students 我猜的啦 OK 好 好 或者是你说呢students often 或是students usually OK 如果你要讲的是副词的意思 我会建议你用usually 或者是often 那如果你是要讲大多数的学生 那就是most students OK I'll work long hours for a little money OK 好 好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好 我们所谓的我们的labor law 其实呢还真的对这些呢 呃不满18岁不满20岁的青少年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保障 好 OK 好 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提一下 好 OK 不过到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当然 呃你的点其实是够清楚 但是点跟点之间的一个衔接的一个表达 可能这个都是需要靠多练习吧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段的部分 我们先看到这里咯 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OK